今天好 請問現場 我是阿關 關我什麼事 投資大小事 關我什麼事 理財新趨勢 在今天二三零零 持續帶你來關注的是 在今天是Christmas 所以在今天美股是修飾的 所以指數出現了量縮 而且漲跌幅度很小 台股只有小漲八點 收在一萬七千六百零四點 成交了兩千三百九十二億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 Intel股價創下二十個月的新高 激勵了宏基和華碩 在今天大漲超過四個百分點 不過紅海危機持續擴大 那麼在今天盤中 傳言馬士基要恢復通行 這個消息一出大家就想說 那運價就可能要跌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陽明出現了大跌打到跌停板 那麼到底馬士基 是不是真的恢復通行呢 我們等會好好來解一解 同時南韓的普香鋼鐵外傳 發生大火 所以新鋼漲停板 夜星也飆了超過八個百分點 我們稍後來做解讀 為您介紹 來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資人分析師 連結完阿文三 阿關好 大家好 邀請到資人分析師陳志玲 專家好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王英亮 專家好 大家好 邀請到外保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蔡明專家 賴先生 憲哥 阿關好 大家好 今天一開始 趕快帶你來關係的時候 洪海危機持續擴大 伊朗甚至揚言要封鎖地中海 和直布羅托 大家就很擔心 完蛋了 當初COVID-19 以及歐洲戰爭的時候 運價暴漲的通膨噩夢 又要來了嗎 問題是盤中又傳出馬斯基說 因為有20國護衛 所以要恢復鴻海航行 這個消息一出 讓今天的海運股出現打跌了 但到底是不是真的恢復航行呢 我們先來看最新消息 歐洲線現在運價已經暴漲了 45% SCFI反彈了15% 創下一年半新高 這在洪海危機爆發的時候 所以洪海危機當時爆發的時候 造成了貨櫃海運報價 經漲十倍 四十尺的櫃 喊到了一萬八 問題是真的 因為20國護航 現在恢復通行了嗎 我們講這個洪海的危機 先從這個經濟面 這個海運的通膨風暴一觸即發 馬上就緩運在運價 上個禮拜五 SCFI就上海航交所 因為中國是最大的貿易出口國 它的航運的運價最激指標 你看一個禮拜 它漲了15% 這是所有航線加總起來漲15% 就創下了2022年6月 就是那個航運大跌以來的一個新高 現在整體的報價在1254點 好 我們來看 紅色這條線呢 是中國上海出口 集裝箱運價指數 你看出現狂飆走勢 那因為紅海危機最影響歐洲 請觀眾看一下 歐洲縣的話 歐洲縣 周漲幅漲了45% 年漲幅差不多43% 那等於是上個禮拜漲的 之前都在跌嘛 對不對 漲了45%以後 今年才變成漲43% 問題是這個危機 是不是已經逐漸再解除了呢 因為20國聯合要護衛紅海 所以我們來看到 馬斯基在盤中就傳出說 紅海我也將恢復通行了 這消息一出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陽明的股價 我們來看2609陽明的股價 在今天盤中瞬間出現了擊殺 我們來看盤中走勢 請副控敲一下盤中走勢 好 在早盤大跌之後 瞬間擊殺 大跌了9.91% 最後中場是收在跌停板 我告訴大家 真的太過於這個驚慌了 其實我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這個紅海的航線技術安全 馬斯基這些就停航了 繞到了揮州的好望獎 這我們講過 我們上週講過了 那現在說 沒有啊 美國護航了 來 我恢復 但實際的情況是這樣 恢復少部分的航線 那為什麼要恢復 那紅海是不是真的恢復了 只有少部分 大部分不會恢復 為什麼 他還要考慮到一個安全 那為什麼要恢復 因為當時他還有航行 但是夜門的福塞組織 這樣無人機什麼導彈攻擊了以後 他很多的空櫃 空的那個貨櫃 留在那個地方 那現在需要這個櫃 因為需求緊了 所以他要恢復航線 一部分的船 其實他沒有載貨 他要繞過去 把當時滯留的空櫃 再把它印回來 所以他只是印空櫃回來 而不是恢復紅海航線 那不見得對印價有影響 我給各位看一個證據 我們講的SCFI 是那個什麼 現貨 一個禮拜 就禮拜五公佈一次 但每天在交易的是 今年開始上海期交所新的一個 期貨商品 叫做這個運價的期貨 歐洲線的指數 我們觀眾看 因為現在還沒有收盤 下午三點才收盤 你看 觀眾請看一下 本來10點半的時候跌停板 就是因為傳出 馬士基說會不好行 跌14% 那陽明 想說運價要跌了 對不對 現在又拉上來了 現在跌一兩趴 所以大家發現 哎呦 搞了半天 他不是恢復航線 他只是把空櫃運回來 對對對 那這個最敏感 這個期貨 做期貨的人 而且老實講 這一個期貨 他是因為上個禮拜 漲一個禮拜漲54% 上海期交所說 不行不行 這樣想那個 提高保證金 縮小漲停的幅度 而且也談一些部分的大戶 在這樣打壓之下 他尾盤都可以拉起來 換句話 就是說 紅海危機舒緩 這是有一點烏龍的新聞 大家的解讀 發現說 其實搞了半天 並不是真的恢復航星 只是馬士基 把空櫃給運回來了 所以紅海危機 其實並沒有解除 這是第一個 特別是現在 紅海危機 還擴大到直布羅陀 和地中海 對 本來是夜門的青年運動 沒事就 射五人機 截船 現在伊朗跳出來囉 所以換句話 就說夜門青年運動的背後 根本就是伊朗 伊朗現在已經出來 對號入座了 他說 如果以色列不停戰的話 我要直接關閉地中海 和直布羅陀海峽的水道 對 其實這個就是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衝突的地緣政治的外溢 往外擴散 伊朗看不下去 其實11月23號 美國國防部還證實 有一個 應該從伊朗 發射的無人機 在這個印度洋 襲擊的一個商用的船舶 這個商用船舶很妙 日本擁有 就日本是船東 但實際上是荷蘭來營運的 那這荷蘭的輪船公司 跟以色列的航運大亨 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伊朗就判 情報就判斷 現在跟以色列有關 我就針對它 用無人機攻擊 還好沒有發生什麼傷丸 那這個就緊張了 那現在大家講說伊朗 伊朗 我們看這個地圖 伊朗的軍武實力 那是比夜門不曉得高多少倍 現在我們知道的 鴻海 還有到蘇伊士銀河 是在比它下面 但是我們再看那個植布羅頭 我們現在看地圖 如果他關閉植布羅頭海峽 和地中海的這個區塊 那麼影響會有多大 對 因為衝突在這個鴻海 蘇伊士銀河 那蘇伊士銀河過了以後 大概有兩個途徑 因為這些周邊的國家 我常去旅遊 所以那個地圖 我滿熟的 大概要進南歐的國家 就通過這個地中海 但是我要再往北邊的歐洲國家 要通過一個很狹長的這個地方 叫做植布羅頭海峽 我穿過以後 大新亞再往上去 可能去德國啦 英國之類的 去歐洲 所以伊朗說 伊朗一家 伊朗說我要封守地中海 跟植布羅頭 拚什麼 因為伊朗 一方面可以前置紅海 一方面可以前置地中海 對 但是大家想 你這植布羅頭 幾千公里 你拚什麼 他說兩個方法 第一個 我代理人是誰 希利亞 尼巴倫 一個旁邊來伺候 第二個 你不要忘了 伊朗有長程的導彈 有這個死力 他有長程的導彈 一射兩千公里以上 他射 他的危害這個地方 我告訴大家 這個植布羅頭 你看這個地圖 他就是伊比利半島 歐洲 就西班牙 還有地中海 這個地方 他的一個咽喉 他很狹長 他假如被封鎖以後 這個危機 其實不亞於這個紅海危機 好 所以紅海危機 已經溢價了 對 已經外溢了 從紅海外溢到 低中海外溢到 直布羅頭 已經外溢到 全世界 現在到處都在塞港 對 而且大家說來 沒關係 大家都這樣 一繞 繞到南徽的好望角 所以變成其他地方 有都在塞港 我們先講 就繞過去了以後 沒想到 揮州的港口一樣塞 你知道你要經過什麼 第一個 南徽的好望角港 德班港 德班港我去過 那個時候 南徽最大港口 就發現他們的那個 那個基礎設施太爛了 在全球的港口 他排在那個後段班 都起到 再過來 還有什麼 你要燃料費要增加 這邊天候很惡劣 保費也要增加 保費增加 那個都增加很多 還有當地的 那個港口的政府 官僚措施 今年的這個九月 還把五艘什麼 英國石油的那個 把扣留 那個傳播扣留 你欠了一些關稅 欠費 那些都會貪污 還要把你刁難 那當然 你說這個也有贏家 現在這個 經過這個地方 要加徵那個戰爭線 所以保險公司 傳播的零點五趴到零點七趴 等於這週末 月薪的話 你要支付一個行程 就是五十到七十萬 所以保險公司發災難財 七十萬就兩百萬台幣 還有一個產業發災難財空運對不對 空運的這個印象 沒有辦法來得及走海運 當然不是所有產品 就是比較擠的電子零組件 現在聽說歐洲 有一些PC零組件缺貨 所以老實講 紅機為什麼可以長這麼兇 可能更 因為紅機是台廠 在歐洲最大的這個PC的 發貨中心 大家想說你也說不定 有一點戰爭才的聯想 但是空運的這個價格 會飆十三趴 所以老實講 也有這個受負 好 那我們來解解 航海王真的要回來了嗎 我們來解解股價 我告訴大家 絕對有續集 續集啊 對 那今天的跌就是 因為盤中傳出恢復航行 對 我覺得有幾個 所以是不是跌得有點烏龍 我們先從交易的情況 因為大家一整年都會覺得 鳳桂山雄都不會去 航行都不會去 但是上個禮拜突然一搭的時候 大家動不了 你看當沖 那個當沖的比例多可怕 我們看當沖 開玩笑 當沖陽明是65% 大家都跑短了 對 所以老實講 應該大部分人沒有部位 但今天會跌停 是上個禮拜漲不太大 外資買了19萬張 然後又外傳恢復航行 對 就把它倒下去了 但是我告訴大家 今年所有列股 績效是倒數第一名 就是航運 今年以來大盤漲25% 他跌7% 所以你知道陽明今年的年終 據說他們本來海運公司 就是發十三個月 就是本來是多發一個月 今年只有再加發一個月 之前是發十三個月的公司 對 所以我是覺得 那個基期太低了 應該未來整個他的環境 不會再更壞 所以只要不會更壞 只要一跌下來 買盤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日K線 我們先來看2609的陽明 陽明在今天打到跌停板 這一波大漲 今天這根黑K棒有沒有破壞技術面 沒有 你來看一下這一條線 我們很少看年線 你去看貨櫃三雄 這個年線 不知道壓了多久 都在年線之下 在年線之下 這麼久說白話 就是說 整年燙梯都沒人注意 爆的人都爆到吐血 突然之間爆紅 突然的時候 你看這裡 穿過了這個年線 不會當真 都一定 要嘛等一下交 那個我們專家投票 一定是一半以上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投票 一定是打差的 不相信 上去 下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明天只有可能會開地走高 這種可能性會 好那我們來投一下票 到底海運股追不追 如果明天有機會 到底要不要進場去買進呢 要逢低成接 還是要試圖追假呢 我們先來投到底要不要做多 等我們再問 在策略上應該怎麼操作 要不要做多 認為海運可以做多的 請舉圈 好我們看到有三票圈 一票差 一票在中間 我先問一下圈的 來憲哥 圈是跌了 在低接 還是可以適度追假 其實這邊低接 但是三檔裡面 我覺得第一個首選 還是長榮海運 試選2603的長榮 來文三是舉圈嘛 來 那因為我是覺得說 這次的一個 拉升的一個過程裡面 歐洲的行價拉升得非常高 所以他們的獲利會往下做調整 所以這獲利調整的過程裡面 股價有上拉的一個機會 好 但是音量給差 對 我是覺得繞到好望角 這個成本是固定的 可能一趟就100萬美金 所以你短期如果運價稍微 漲上來一段時間之後 他可能就停在這個地方了 他不會像疫情期間那樣 就運價一直堆疊上去 所以我覺得短線在追的過程裡面 會有一些風險 稍微停看聽一下會比較好 但是我們有放中間 放中間是 對 就是跟音量兄講的是一樣 其實這一次 他並不是說像過去2020年 是全球缺工大塞港 其實只是落到而已 會多大概八點五天 所以運費會漲 但是漲幅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認為 對 我認為是個補漲的行情 好 我們回來談 那麼產業界的大事 美國又再度出手了 很多人說 美國連番出手 跟拜登的選情低迷息息相關 因為現在他的民調支持度很低 而且都輸川普了 這樣的情況 一定要下重要 什麼要重要 就是要開始對中國 祭出更嚴厲的措施 我們都會講 他是一波接一波 這一波針對的是電動車 那麼緊接著 還有針對的是晶片 那你會說晶片 不是早就祭出嚴厲的 卡脖子措施了嗎 現在是連成熟製程 也要納入制裁了 所以我們先來講電動車 展現對中國的強硬態度 拜登外傳考慮要調高 中國的電動車關稅 而且不只是拜登 現在連歐盟 也要跟進 也要揚香對白 跟針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車 要徵收27.5%的關稅 不得了 那麼也因為全世界 在電動車這件事上 逐漸要跟中國脫鉤 所以您的時代的市值 已經大縮水了4兆 應了 我們先了解一下這個 拜登的民調 到底有多慘 13家獨立機構的民調 他只贏了兩家 其他11家 全部輸給川普 而且最新的這個民調支持率 來看的話 只有37% 這是今 2023年 這個第五度 跌到這個40%以下 過去這個巴登總統來看的話 他37%是裡面最低的 以前像這個科林頓跟老布希西 都還有51% 然後雷根跟卡特 也有54% 那前面的像這個川普跟歐巴馬 也都有45%跟43% 所以他現在你看37%以下 真的是低到不行 所以現在數字才34% 對 更低 那他現在就想說 是不是對中國 我在採取更大的一個打擊政策 會讓... 他能不能拉民調 回來 所以他就針對這個 中國一些相關的商品 要準備磕更高的官費 好 那我們先來講電動車 對 其中包括電動車 電動車目前 美國已經磕到了27.5% 那現在他考慮明年 要磕到30到35% 往更高的一個順利去走 那根據目前拜登內部的 這個白宮官員來看的話 他考慮採用 川普時代的這個舊政策 就是對中國3000億關稅為基礎 然後再科增更高的一個關稅 那現在呢 因為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算過現在會差多少 應該還會再往上加 因為現在27.5% 他們說現在如果關稅再往上加的話 有可能將來在美國買的電動車 會是在中國的2.5倍的售價 對 一定會更貴 因為歐洲有可能就這樣子 因為像歐洲也要考慮跟進 歐洲現在現行是10% 那他現在考慮跟進美國 把他調到這27.5% 那如果調到27.5%的話 那就怎麼樣 現在我們以這個比亞迪 賣最好的阿頭3 這台來看的話 中國因為有補貼 所以他賣2萬美元 那在這個歐洲售價是3萬8美元 那現在如果調到27.5%的話 覺得你知道變多少 變5萬美元 那就是2.5倍 就是2.5倍嘛 所以現在就有這個瑞銀就發布報告 就說如果現在歐洲再把關稅往上加的話 那中國廠他就考慮怎麼樣 直接在歐洲設廠就好了 因為他的成本會進口成本變高嘛 所以你現在如果在東歐設廠的話 考慮這樣關稅情況之下 東歐可能比進口車才貴3%而已 他是以出口地為準嘛對不對 對 所以呢 不是以品牌為主喔 所以 特斯拉在中國的廠 如果是由中國出口的 也要磕高額關稅喔 所以特斯拉也會被磕到喔 好所以這樣情況之下呢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也談到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的市值大縮稅啊 沒有錯 因為這個東歐電車被磕關稅 大家就想說賣不好 所以他市值也縮水 所以他們現在怎麼變通 我直接去東歐做生產基地嗎 所以上個禮拜比亞迪就宣布 要在匈牙利搞投資數十億歐元 蓋這個第一座的這個 要在地生產 在地生產 那這個工廠來看的話是 中國車企喔 第一座在歐洲蓋的這個電動車生產基地 也是匈牙利喔 這個最大的這個投資案 那現在的不只是比亞迪 甚至連中國的這個吉利 以及長城汽車 他都考慮要做跟進 所以很有趣在於說 我們從人均的產量來看的話 匈牙利這個地方 應該是電池產量擴張速度 最快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個國家人口還不到一千萬 可是現在電池的產量 已經變成全球第四大的一個生產國 那像去年八月份的時候 這個寧德時代就宣布 投資兩億五 兩千五百億的這個 新台幣要做這個投資 然後包括像今年六月的時候 中國的電池製造商 另外一家叫做義偉黎 也宣布投資大概四百三十四億的 這個新台幣要在這地方設工廠 所以匈牙利你可以發現 從地圖上來看的話 他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來看為什麼中氣 現在要往海外擴張 而且要在地生產 躲避高額關稅 會去選匈牙利 因為匈牙利這個位子 我們可以看到在地圖上這個位子 他是連接歐二以及中國的一個最中心的心臟地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匈牙利是什麼呢 匈牙利是中國一帶一路的好夥伴 因為中國在海外的第二條高鐵 就要蓋在匈牙利 對這個叫做匈塞鐵路 就是匈牙利到塞爾維亞 全長大概三百四十一公里 時速最高可以到三百五十公里 那如果蓋成之後呢 匈牙利到塞爾維亞 原本時間要八小時 現在呢 就縮短到三小時 所以他的電池運出去喔 他就很方便了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廠商要去蓋廠的一個原因 好第三個理由就是 剛剛燕陽所說的 其實匈牙利是一個電池大國 包括寧德時代 易偉尼呢 他們都在那個地方 也包括BRD 都在那個地方設了電池生產廠 所以他在地直接就可以供貨 對 除了這個之外呢 當然這個吸引度還不夠嘛 如果中國電動車你要賣更好的話 黑科技一定要更厲害 像最近這個未來 他就宣布了一款新的車 叫做NIO ET9 那ET9裡面就搭載什麼 天行底盤 什麼叫天行底盤呢 他就做了一個實驗 你看這個畫面 他在上面做一個香檳塔 疊了大概三層 那在行進過程中間 他有設一些路障 你會發現上面的香檳塔 根本沒有倒 幾乎這水也不會動 因為他是怎麼辦到呢 他幾乎只有四個輪子在動而已 車身是保持非常非常平穩的 那這個裡面怎麼做到呢 就是透過每個檢震器 檢震器把它高度極 獨立成一個所謂的電動抑壓 然後這個裡面來 一毫秒他可以處理多少 處理這個相關的訊息 所以他就可以達到就是說 比空氣彈簧還要更厲害 大概六十倍左右 那再加上他這個車身懸架 每一秒可以進行一千次的震動 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 就只有輪胎在動而已 所以他很平穩 很平穩 車身幾乎都沒有在動 都不會晃耶 所以坐在裡面 應該是蠻舒服的 因為根本沒有晃動感 前面有那個 有天坑的話他也不怕 對不對 就是很平穩 這是他的厲害 這是未來的黑科技 對 所以中國電動車未來 在中美大戰之下 有沒有可能 不管是在美國市場 還是在歐洲市場 都受到前置 但我們剛剛也特別談到 任何的利空 一定有另外一個面向 就是利多的面向 也就是說在中美大戰之下 還是有某些區域會受賄的 比如說俄羅斯市場 因為俄羅斯和中國比較麻糬 那麼在中美大戰之下 俄羅斯特別是俄羅斯戰爭之後 美國企業都撤出了 俄羅斯現在得靠誰 靠中國來做車 所以據說現在俄羅斯 大量採用中國零件 對 就是莫斯科理工學院 最近有發明了一台 這個新的電動車 這個號稱是全部 都由俄羅斯裡面的零組件 自己生產的 那他叫做AMBER 但是他出來之後 被世界評為最醜的電動車 就說中國幫了大忙 對 因為裡面關鍵的電池 還是要靠中國 因為其他理念可以自己做 但是電池來講的話 還是要透過中國來做供應 所以你會發現 不管全世界的電動車怎麼樣 中國的電池 我看他的市場率 還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還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好 我們來看一下電動車概念股 這個時候該怎麼投資 現在美國又要記重手了 是的 在其實最近電動車概念股裡面 比較強勢的 應該只有這檔叫做利青 他做這LED車燈的 我們看到他K線 利青喔 因為他最近 不是阿嬤 對我們之前講過 講過後他就一路跌下來 不過最近還好 長臉了又回來了 因為他宣布就是說 這個法說之後 明年業績要成長三成 為什麼 因為公司很看好 明年電動車的一個發展 所以他已經漲上來 漲上來之後你會發現 今天其實我們看到六公格裡面 像6288連家 他也被帶動放 這也是做一樣 這LED車燈的 另外在這個充電裝的部分來講的話 連接器的兩尾 兩尾盤中有拉 好 那比較讓我訝異是台辦 因為呢 如果歐洲去禁 所謂的這個 比亞迪電動車 或是他科增高關稅的話 照理來講 比亞迪的供應鏈應該會比較弱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看到台辦的K線 台辦今天的股價表現還算不錯 現行上來看 你會發現 其實好像禁這個所謂的 加增關稅對他來講 好像也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個人研判就是說 這一次歐洲去增加這些關稅來講的話 對台廠相關供應鏈 其實影響並不大 為什麼呢 因為比亞迪很多的零件 大概有七八成都自製的 台灣站到一點點邊而已 所以我覺得影響也不太大 那這個裡面要怎麼選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亞光的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亞光 跟019 他是做什麼 做這個車用鏡頭的 他就是雙B的供應鏈 如果很多的車廠 跑去歐洲蓋廠的話 那當地的零件需求就會上來 所以他有直接供應到雙B 那當然也可以供應到其他的這個廠商 那車用鏡頭去年來講的話 一個月可以提供25萬克 今年已經達到50萬克 明年就有機會到80到100萬克 所以他的營收業績 應該是有機會持續成長 再加上就是說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大力光是創新高的 所以大力光如果創高的話 其實對光學股來講的話 他可能會有一些助攻的效果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可以注意 另外一家可以注意什麼 3624的光解 因為光解最近才打入什麼 法國汽車的零配件商 這家零配件商他多厲害 你可以看到這一家廠商 他一年的厚膜電阻 就是他用在電動車上的零組件 是一千六百億顆 薄膜電阻是六到七顆 那現在傳出來 他要把一些訂單給光解來做 所以我覺得光解股價 目前還在為一些低檔 這兩檔都是怎麼樣 目前上來有回測一段 我覺得拉回過程裡面 是可以持續做個關注 好我們剛剛特別談到 拜登的選情越危急 對中國祭出的管制措施 是不是越嚴厲 除了電動車之外 現在針對成熟製程 據說也要出招了 美國又再出招了 要查大陸所做的晶片用量 而且要打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這樣講非常的模糊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針對傳統的或者成熟製程的晶片 甚至28奈米以上的過去沒有管制的 而且通通都要管制了 而且要加征關稅反制 那麼最近美國在大力服吃的是Intel 所以Intel最近話講得很大聲 因為他應該是先拿到補助了 他其實已經入袋了 所以Intel CEO基辛格 真的是左打台積電 右打NVIDIA 他怎麼說呢 他說兩年內我就要打敗台積電 又說NVIDIA懲罰AI 那是他運氣好 其實是剛才就是 不是說他自己多厲害 所以Intel的CEO基辛格 最近豪語不斷 對 美國的商務部 要在明年一月開始 針對汽車 航空 還有所謂的這個車子 這一方面的 這些的話 有一百家公司的話 說你到底成熟製程 有沒有用中國大陸的 他發現就說在大陸的 現在連28奈米以上成熟製程也要管 對對對 他發現就說 你可以發現 我一直打你 現金制成一直打你 什麼EDA一直限制你 結果他的半導體的一個產量 從今年一月有一點衰退 但是二月到十月還是在成長 發現都說他們國家的話 大概過去十年 有1500億的話 對半導體提供所謂的補助 你可以發現他對中興半導體 對華翁半導體 對長江存儲 這些半導體 他們的補助是無向線的 可是他如果是靠補助的話 有一天只要補助沒了 馬上會消風 對 所以現階段有發現太陽人 有很多東西的話 就開始這個公過已久 情況都蠻嚴重的 那這個因為他補助的話 是大概有1500億 所以變成說我們可以發現 成熟製程 他現在的市占率大概是29% 那可能到2022今年會到33% 但是因為新製程沒有 權力如果公 因為他現在12吋長蓋很多 到時候那個成熟製程 比重會越來越高 那美國想想不對啊 雖然我限制你先進製程 但是成熟製程 你看一個汽車 95%以上的這個零件 全部是用成熟製程 那到時候如果市場 成熟製程全部被你佔領的話 那我的汽車工業 是不是就被你綁住 我的電動車是不是被你綁住 所以原則上的話 現在就開始做一個限制 那現在他的半導體 一個拉伸的話 你可以發現他限制這麼多 但是在這個所謂的成熟製程的比重 你可以發現他還是 成這個比例的話 還是上升的速度 還是蠻快的一個情況 好但是我們剛剛特別談到 任何一個新的政策出台 一定有人受賄有人受害嘛 所以我馬上就會有點想到 那聯電是不是要受賄 對但是 因為聯電成熟製程 算是他最大的主力 那聯電這個成熟製程 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聯電現在28奈米 22奈米這個占他的比重25%加30% 那其他就40奈米 12奈米的部分 聯電還沒有 他要在2025年才量產 好那我現在說要技術移轉 我都還沒有量產 我都還沒有量產 我到底我聯電的12 這個所謂的這個奈米的技術 到底是成熟到什麼程度 其實不知道 所以今天這個消息其實很大 說全力金百億元 但是我們發現聯電的股價 我們看聯電的股價 我們來看一下聯電的股價 照理說他應該是受賄 那他的股價反應沒有 我們想像那麼來的大 因為12奈米 你現在沒有訂單 你現在是接到聯發客的訂單 那是2025年才要出來 所以你2025年才要量產 那你現在2024年 整年度也沒有 那這樣你技術怎麼移轉 怎麼會有100億的全力金的收入 所以這則新聞好像對所謂聯電的股價 好像股價沒有什麼大力的一個反應的一個情況出來 好那我們就回來看半導體 到底應該怎麼投資 我們來問一下阿博先生 半導體 當然大家在看的還是台積電了 233年台積電 我們請阿博先生出來看一下股價 來台積電的股價 我們來看在今天確實受到了 是不是受到Intel的影響我也不曉得了 但是股價在今天表現是弱勢 對 因為台積電他現在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在11月10月這段時間是 這個蘋果晶片出貨的一個旺季 所以那時候3奈米他的出貨量還不錯 營收表現很好 但是未來到第一季 他們的成能利用力的話就下降到 可能在55到65%這個中間 因為這個幅度目前在下降之中 所以現在台積電他第一個 最大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毛利率 可能會從所謂的過去最高是62.2 那現在變成5354 他可能會破50 破50這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要注意毛利率 第二個當然就是現在的傳聞很多 比如說他的所謂的2奈米的技術 怎樣 因為有很多股票是基本面 但是有很多是想像的 想像的話現在因為Intel 在講他的2奈米情況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說因為現在有個技術 就是說2奈米未來要提升 有一個很重要關鍵是背面供電 以前我們寫一張紙是要正面寫對不對 現在2奈米是後面也可以寫字 那這樣就會省電 然後面積可以比較縮小 可以更多的晶片 那效能會更高 那這個Intel一直講說 背面供電這個技術他比他強 所以他一直要打所謂台積電說 我2奈米比你強 而且他一直認為就是說 你2奈米你的成本 過去你賣3奈米是2萬塊錢美金 你2奈米要賣到3萬塊錢美金 那一下子增加50%的這個所謂的售價 有多少人會用你的2奈米 所以他就一直在打所謂的台積電 但實際上我們來看Intel一個情況 但是Intel的股價確實非常強勁 我們來從日K線的角度來看 他的股價是持續往上走高再創新高 因為Intel這次講這個AIPC的話 市場上其實有很多人覺得說 PC已經彷復那麼久了 終於有一個所謂的AIPC 這個題材往上做拉伸 那沒有錯這些股票支付很深 所以一拉台的話速度很快 但是這個會不會成功 因為邊緣運算他的運算能力 大概只有34TOP10那個單位 但是你要想想看 雲端他的運算能力是1514個所謂的TOP10 兩個差距很大 那我到底要用雲端還是要用所謂的這個 AIPC 所以這個邊緣運算 一般他的算力還是比較差 所以我個人認為AIPC AIPC到底會不會掀起風潮 我覺得那個運算能力其實還低 但是我們來看洪基的股價好不好 來2353 你說他沒有掀起風潮嗎 問題是他的股價是這是當然牛股 他是這樣在標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你看喔 這個這樣長得好厲害 但是我們如果從周線圖來看 我們來看周線 從周線圖你會發現就是說 說真的這些股票為什麼會一七二成拉伸 因為他之前盤整非常久非常久 所以一次用一個題材 AIPC這個題材往上拉伸 但是這個AIPC這個題材 他還是要軟體配合 他現在Windows拉不動 他未來要Windows 12 Windows 12才拉得動 那算明年六月份 所以AIPC真的要起來 是在明年下半年之後的事情 所以現在講漲的話 不是所謂的實質面 現在漲的是 你們覺得想像說未來會很好 會很好 所以我覺得說像華碩跟洪基 這些股價的話 不要追了 有時候要設停損點 因為現在那個 看起來應該是停利 不是停損 停利點 因為那個產業的爆發力的話 其實還是不夠的 但是我們來講就是說 其實 那你看好的是 我看好的 一般來講的話 還是在AI手機的部分 還是手機 因為我覺得AI手機 他 他的所謂的應用會比較多 我們之前有講說 我現在講中文 馬上對方聽的是英文 聽的可能是德文 他馬上翻譯很多 AI手機裡面的應用非常多 AIPC的應用到目前為止 那AI手機裡頭 應該怎麼學會呢 聯發科 還是聯發科 我們來看一下2454聯發科 所以你還是選聯發科 所以今天上漲0.51% 股價來到995 我們回到2K線來看 大家都在看 他什麼時候變成千金股 對對對 就來到998 就裡面一腳就不踢過去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這類型股票 雖然就是說漲多 在做一個震盪整理 但是說真的 這個AI手機 他的那個天積 九千三 九千十 那個爆發力很強 這次那個X100 VivoX100 他賣的比上一代多十倍以上 然後小米14也賣得很好 所以這個所謂的手機 AI手機目前市場的反應非常好 AIPC還不一定 那只是一個你們全面的想像 但是AI手機目前的情況的話 會讓那個晶片的價格的話 今年的話大概是10億美金 但是明年可能他會增加到15億美金 所以他單單手機的晶片成長率 就50%的一個幅度 好 但是你們看到intel的股價 我們還是要來問一下AIPC 是不是值得期待的黑馬族群 最近的宏基華碩飆翻了 所以我們來投一下票 AIPC會不會是未來的黑馬呢 各位怎麼看 能不能在這個為止做多呢 請舉牌 我們看到有兩票圈 一票X 兩票在中間 來 蔡總為什麼放中間 我覺得這次宏基漲 就是外資最近操作最成功的 那問題 AIPC只是一個幌子 真正的問題 對 真正的問題 我們看一下 宏基下面請打投信 因為00878高股息的ETF 把宏基在11月底剔除了成功股 大家可以看到 宏基長賣了一大堆 賣了一堆 然後外資就看到這個機會 就進去了 你丟我撿 對 然後你轉換成外資的持物 你可以發現 我們看到投信 賣出的時候 到底外資在做什麼動作呢 真的是你丟我撿嗎 確實如此 投信在賣 外資就進來買了 買了以後才噴出 但是我認同阿文塞講的 現在AIPC雙A宏基華碩 長什麼樣子 不知道 但是呢 AI手機是有那個樣子 因為你現在已經看到了 對 所以我覺得宏基 應該是有點這個 漲的速度太快 那訊號在什麼 假如明年開始那個 陽明那些航運股 再起來的時候 可能資金就排擠了 為什麼 現在AIPC有 紅基 人保 營業打 這三個今天都十二萬張 電子股就這三個成交最大 然後呢 航運股就是那個貨櫃三雄的成交最大 所以貨櫃三雄今天下去 資金卡在這個地方 縮起來 紅基拉起來 但萬一明天或者後天又變化了 那他可能又下去了 這個要注意到資金 這個轉線不要過度追降 不過現在距離大選 只剩下倒數十九天了 到底有沒有選舉行情 我們來問一下志玲 你看從現在到大選 這個行情怎麼看 行情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其實 選舉行情的話 是一定有 但是我們整個股市來講 明年真的是選舉年 我去調查一下 明年大概有七十個國家 有選舉 那有三個很重要 一個是我們一月份的台灣 五月是印度 那十一月份就是總統大選 美國總統沒選 那如果股市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跟著美股走 所以我們今天就跟娟姐 來沙盤推演一下 明年的行情的輪廣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總統大選的 這個選舉年 其實從這個彭博社的調查 來報告的話 其實總統任期四年 但是娟姐你知道嗎 其實在第四年的時候 股市的漲幅 以美股來講的話 相對上報酬率比較低 第三年比較不錯 所以其實今年 我們已經看到報酬率不錯 那如果我們用季度來看 其實美國總統 總統大選年 第一季度 跟第三季度的表現 都比較不好 都是比較差 所以明年可能第一季 和第三季 會相對比較疲軟 對會比較震盪 所以其實行情 上來這裡是提醒投資朋友 第一季你可能要適度的 獲利放口袋 那如果有震盪的話 第三季 或許會出現一個 不錯的買點 但是我們的選情 是在第一季 對我們選情 台灣有自己的選舉 對台灣有自己的選舉 所以我認為在行情的部分 高潮可能會跟這個CES有關 我們待會第三章會講到 這是明年美股的輪廓 就是第一季第三季 表現比較差 那我們現在來稍微看一下 跟貨幣政策有關 為什麼我認為在股市的部分 第一季容易見高點 因為娟姐 現在的這個投資銀行 都認為 現在市場上認為三月份要降息 太樂觀了 因為現在大多數的投行都預期說 可能到五月六月甚至七月 才有可能降息 就是預期三月降息 恐怕沒那麼長 沒有錯 你認為沒那麼長 我們用過去四行 四十年的統計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現在 到底在漲什麼 就是漲三月可能會降息 還有軟足入這件事情 所以從1984年到現在 我們幫大家統計 其實在停止升息的時候 去年是在七月停止升息的 然後到現在 其實這段時間 股市的漲幅大概是15%左右 那我們已經幫大家做統計了 從去年 從今年的八月的這個停止升息 到現在 其實已經大概漲15%了 所以其實漲幅上面 已經是差不多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地方的一個 第一季可能會先見高點 可能要先賣股票的一個看法 是這樣子 好我們再往下來看 那我們回來推台股的部分 那我認為台股的部分 可能高潮就會發生在 CES展 這個CES展是 1月9號到12號這個地方 那剛好是我們的 周六就是總統選舉 所以第一季有可能 不管是因為 國內的選舉 還是CES展 有機會往上衝高 對 但是衝高 準備賣股票 對準備要調節 因為呢 這個地方為什麼 賣在高點 為什麼是一個高潮呢 因為消費性電子展 我們都知道 今年都漲AI 那大家都是嘴巴講 AI有很多的應用啊 消費電子展 就是所有科技大廠 要秀肌肉的時候 他可能要跟你講說 之前是做夢 現在主夢要踏實了 對我做了 AIPC啊 筆電啊 還有一些智慧車啊 等等的一個部分 都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時候會利多特別多 所以你要做行情 要趁現在趕快做 到這個時候 你可能要稍微 減碼賣股的時候 那這次重點 應該是在AI筆電的部分 AI筆電我們再往下來看 對所以我們來看股價的部分 好我們回到個股的角度 那最後這一週的話 我認為大家可以去選一些 集團的個股 尤其在華碩 集團座上 對尤其是華碩集團 因為目前大概都是要推出 這個AI筆電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線圖來看的話 因為華碩它跟 輝達跟AMD 都有合作新的AI伺服器的晶片 所以它等於是雙題材 那AI筆電其實已經出來了 那旗下的像 翔碩的部分 它也是華碩集團的 那英特爾跟超微 現在都開始推這個 PCIe 5.0的這個 就是高速傳輸的 所以它是它的子公司 今天也才剛創下新高 所以這個有機會做帳 那在這個AI筆電的部分 因為明年大概都會全部換這個 主機板跟顯卡的部分 所以旗下的華碩 這是一個比較活潑的 那版卡的部分 其實已經開始做恢復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 微星的部分 其實今天也是大漲 這個也是主機板跟顯卡 所以在CES展 相同題材 對 PC跟這個筆電出來的部分 就很有機會 那我這裡面最推薦的是 建議大家可以先 我們來看一下華碩 華碩的股價 華碩的部分的話 娟姐你可以看 它其實已經領先 大盤過18619的位置 這個是已經是創新高了 那目前法人 其實對它的一個評價來講的話 認為它的 明年的EPS 有機會來到 33元 所以如果按照 大盤的本益比去做推估的話呢 33元 大家可以稍微算一下 合理的預估 大概是18倍左右 所以18倍乘以33的話 這個會相對上 非常的有具備這個空間 而且PC市場 現在的調查來講的話 庫存的水位 已經恢復正常了 所以1月份的這個CES展 如果它的AIPC出來的話呢 明年預估的這個 也有來到5000萬台 滲透率大概19%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明年來講 非常有這個機會 剛剛特別談到的美國景氣 到底有沒有機會軟著陸呢 美國景氣 確實有機會軟著陸 那麼中國景氣 所以就非常令人擔憂了 特別是中國景氣可以說 是危機重重 只有在中國社會 有可能是一紙公文 打垮一個產業 什麼樣的公文呢 來 中國呢 可能要修改 網路遊戲管理辦法 結果 中國科技股出現了暴跌 崩盤式暴跌 到底這一紙公文會說什麼呢 好 那上個禮拜五 中國公佈 網路遊戲的管理辦法草案 那它只是一個草案 它說要徵求各方面的一個 它的意見 然後才會形成了真正的一個文件 但是對所有的遊戲股來講 這真的是致命的一級 那這是中南海直接下令的 針對什麼 針對網路的一些遊戲出版 你的經營 你的營運 還有針對不能設 你的遊戲不能設 每日的登錄 你不能說每一天都一滴自動會挑出來 另外 你在所謂的第一次的儲值 以及在所謂的加值 連續加值 不能用誘導 不能用獎勵 那如果是遊戲的博主的話 那你給它打賞 不能巨額的打賞 最主要針對就是未成年的這些青少年 因為這實在是太煩濫了 所以在以前各個地方其實都有 都有設說 比如說暑假的時候 每天只能看一個小時等等 玩一個小時 那這個部分一出來以後不得了了 我們看網易就跌了 當天收盤跌了24.6% 那另外的話最大的一個騰訊 跌了12.4% 跌掉一個小米 對其他全部通通跳水 憲哥你現在有一個小孫子了 所以到底你會不會反對 小孩打電動呢我不知道 但是這大概只有 在中文社會會方的這種事 對 規定人家每天只能打多少 然後這個遊戲哪些人可以打 哪些人不能打 未成年會出資有的沒有的 管那麼多啊 他不知道現在這個電競產業也是很夯的 有可能會出電競高手啊 他現在就對未成年 就國中以下 國中以下高中就成年了 對對對 那他總共有兩萬三千個字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整個草案出來 那根據那一天的一個總市值的一個增花 一字萬金 尤其我們來舉 舉那個騰訊就好了 那騰訊呢 光是騰訊那一天 騰訊跟網易就這個增花了五千億 那騰訊呢增花了三千三百四十八億 三千三百四十八億是等於一個小米就不見了 跟小米一樣 那另外馬化騰呢 他個人就增花了三十八億的美金 丁壘這個損失了六十四億的美金 所以這個重擊是非常大的 當然除了網易啊 直接做電動遊戲的之外呢 對手機的傷害也蠻大的 因為現在小朋友大部分都是用手機在上網 在打電動 那麼印度現在針對中國的手機也下了重手 對 那印度呢 阿森哥呢 其實跟中國在2020年他們邊境戰爭以後 印度對中國一模一模一模 就找那一些什麼中氣出氣 只有第一個呢 他就先盯上什麼三百款的APP 全部禁用 那裡面呢包括抖音啊包括微信 另外再來針對手機查稅 所以這一查稅不得了了 小米要花這個四十二點一億的台幣 那OPPO要花一百六十三億的台幣 那VIVA呢要花一百零六億的台幣 另外針對電動車 電動車本來要去設廠 長城汽車喔 要投資十億美金在中國 在印度裡面設廠喔 結果等了兩年半以後 他禁止了 另外比亞迪他要跟印度當地的廠商 大家合資也是要投資十億 後來也被禁止了 除了這個以外還跟他花 花了七點三億的盧比 他就是一直打他 打到後來真的中國沒辦法 所以中國現在內外真的是一團團 內外交迫可以說是內憂外壞 從我們剛剛所談到的遊戲產業 到手機到電動車 但我們回來談中國的經濟 到底中國的景氣如何呢 現在外資拼命在出逃耶 對但是公布出來的一個數據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數據會說話 數據也會說謊話 他公布一到十一月份 新設的外資的加速廠商有四萬八千家 跟去年來比的話年成長三十六點二趴 但是有人說不是啦不是這樣啦 因為實際使用的外資的一個金額 才1.04兆人民幣 那麼年減是十趴 另外已經是連續六個月的下跌 另外如果從2017年三月開始 連續八十個月外資的投資都是淨流出 也就是說外資現在拼命的跑 那這個跑呢 當然我們從他財政部公布出來 今年跟明年的財政預算你們就知道 2024年他的一個舉債 可能還可以再發一兆的一個人民幣 他說今年的舉債剛好在3%的邊緣 那明年預估在3.8% 也就是說每年要的應急 那這應急以後就代表什麼 他還要降準降息 所以當然是股價不好才會這樣 經濟不好你才會釋出大量的資金 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不過問題是 雖然會這樣說但是你不要 不讓人家唱衰 你絕對不能講不好聽的話 不然我就給你封守 但是現實是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年輕人口袋空空 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說 我被迫要取消非常多的娛樂 或者是買東西什麼 我都要省 省下來之後我要把它存起來 但是存的過程很痛苦嘛 對 所以他說我們現在有一種存錢法 叫做劇情式存錢法 那你就用想像去存錢啊 有一個女孩子 那可能最近沒有吃到豬肉 有一天起來就甘餓 甘餓懷孕了可能懷孕了 那我就想像我懷孕了 其實他沒有懷孕了 我現在已經懷孕了 那我每個月是不是要去做 做那個健診對不對 然後每個月我就健診一次 比如說500塊 假設是150塊人民幣 那我就說我今天去做健診 假裝自己去做健診 對 然後就是存了150塊 然後存存存存 存到34個禮拜以後 他存了74天就存了3000塊人民幣 然後再想說 我在未來在十週裡面 我就要分眠了嘛 那這個中間我還要花多少錢 花多少錢 坐月子的錢我要存啊 坐月子的錢我要存啊 然後到真的 Baby出來以後 再來還要什麼五零錢 尿布什麼 這樣就一直加一直加 所以這是什麼樣的存錢法呢 觀眾朋友也許你也可以消法 就是模擬各種生活場景 比如假設我今天呢 哎呀我今天要去創業 假裝自己要創業 然後就開始模擬那個場景 虛構自己在這個創業過程當中 要存哪些錢 我要設公司 我今天得存一筆錢 接著呢我要請個員工 我得再存一筆錢 就是就像剛剛 假裝自己懷孕 其實沒有懷孕 所以再把這個錢 真實的錢存進真實的帳戶裡 那麼其他都是虛構的 這就是現在在中國大陸 年輕人流行的存錢法 年輕人流行的存錢法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